近日大一哥前儿媳爆出在河南受灾期间 大一嫂对于捐款仪式的言论 大一嫂数到河南人都S玩跟我们也没关系 这点钱还不如自己吃点喝点呢 录音一出也是引起了网友们激烈的讨论 对于这件事也是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大一嫂对于此事冷漠的态度加上 河南人S光这种字眼 足以让大一哥再一次的登上了热搜 很多人认为这一家人就是彻彻底底的炒作 什么冬后老是普时都是专业团队炒作出来的 完全就是在网友面前装出一副可怜样 有人说像大一哥都这么有钱 这么出名了还住在老家 说是念旧恐怕是为了炒作吧 到时候大家一看我们多朴素 现在还住在农村老家里妥妥的农民形象 这样就能挣到更多的钱 保持住热度一直不减 也有人认为这就是沉亚南的坏心眼 一家人在那唠嗑 谁会想到录音还会曝光发到网上去 而且大一嫂的话 也说明这就是个妥妥的农村妇女的形象 心疼那些捐款 更说明他们曾经日子的不容易 才会特别的省钱 看重钱财 沉亚南一开始的结婚动机和目的就不单纯 恐怕这一次也是为了反击大一哥 才会想到出此下策 不过这一次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也是将他的狼子野心给暴露出来 沉亚南完全就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女人 反正关于俩人的问题都有说法 至于这件事的对错 或许本来就没有对错 这有什么错呢 不过是一次加长的唠嗑 可能就是提到了河南有点过分 但谁又能保证自己没说过过分的话呢 还是要看实际情况不适 论事不论心 论心无胜人 我们评价一个人更要看他的所作所为 而不是一直盯着他的言论 没人能保证自己没有怨言 没有说过得罪他人的话 但我们还是要去看那个人的所作所为 通过行动验证一个人的品行德操 据传大一哥在河南灾情期间捐了350万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如果是真的 我们确实应当对那些不当言论给予批评 但更多的是从他的实际行动加上他的言论 综合评价这个错误是不是可以原谅的 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宽容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 她或许没读过书 她只知道挣钱不容易 感叹一下自己的钱也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一下子走了这么多钱 肯定会心痛抱怨两句也是可以是接受的